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说 超过六十岁的人如果不努力还在浪费时间 菩萨和护法神会很难过 三月中旬 老妈妈脑梗再次发作 病情危急 医生让家人签了免责告知书 当时三大法宝都已经用了 他女儿非常着急 当晚在佛台前上香放声大哭 一直叫观心菩萨 救救我妈妈 台长师父 救救我妈妈 当天晚上 老妈妈在医院里梦到有个声音在跟他说 血管放松 血管放松 同时另一个同修梦到师父在和他女儿通话 讨论老妈妈的病情 关心菩萨和师父都来救他了 第二天老妈妈的病情就稳定了 一周以后就可以下床进行康复锻炼 出院以后 他一直在家努力念经 认真忏悔 2019年以来 师父多次在节目中开始如何许愿重新种莲花 老妈妈立刻依照送行 向观心菩萨和他许愿 念诵四十九章组合消除莲花掉落的业障 念诵两国一百零八遍理佛大忏悔文 丧生五千条语 有生之年每年注印经书佛书 许愿尊师重道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莲花种上后现身说法 他确实真诚忏悔 努力行愿 每天在家认真念经 真心求菩萨重新种莲花 2020年1月24日 他女儿再次打通师父的问答电话 师父听了他女儿的描述后 当即确认老妈妈的莲花已经重新种上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 老妈妈泪流满面 无比感恩关心菩萨和师父 在此特别分享三点 第一 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念经 不能携带 特别是老年同修 千万不要把时间荒废在做家务上 第二 保护莲花非常重要 否则过关过节非常困难 第三 只要尊师重道 依教奉行 真诚忏悔 努力改过 好好行愿 真心求菩萨 莲花一定能重新种上去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关心菩萨和呼把神原谅 请师父指正 很好 这就是关心菩萨的力量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再三告诉大家 人不能现代 好了就忘记了 哦 菩萨救了 好了 什么都忘记了 整个不经济 会倒霉的呀 听不懂啊 好了 听得懂